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为你呈现蚁人打野 虽然说在现在的版本蚁人打野已经不是那么的强势了 现在的蚁人走上路比较有宰致力 不过偶尔客串一下打野还是可以的 他在缩小形态的时候可以当成是一个有途径的刺客 黏住敌人打出高爆发 而变成巨型形态的时候 又可以给出队伍所需要的团控 而且不仅仅是团控 那个范围的AOE伤害可是很高的 这边我们起手先点了三技 起手点三技的好处是可以用来打一级团 那在开场刷野的时候又可以高速吃两只 以前的蚁人起手是点一技 然后上了二技后配合缩小形态来高速刷野 不过后来官方削弱了蚁人缩小形态的一技伤害 因此现在呢我会建议你三技起手 这样刷野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等到三级的时候你一样可以搭配缩小形态 加上一技来高速刷野 这边要注意哦蚁人在变大后的普攻是可以减少一技冷却时间的 所以尽量要先踩再普攻 再来我们讲缩小形态后的一技哦 他会对范围内的随机目标攻击四次 假设只有一个目标的话 那四下攻击都会打在同一个目标身上 当然这个整体的伤害会有递减效果 但是你要打出单体高爆发的话 范围内就只能有一个目标 而且无论是变大形态还是缩小形态 你的普攻都可以减少一技的冷却时间 所以在缩小形态的时候 你的刷野的速度是最快的 你看我们普攻减冷却再一技 再普攻普攻减冷却再一技 刷野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用在抢金币怪 还有抢黑豹抢苏尔特的时候 都有奇效 这边我们来示范一下 假设范围内有多重目标的话 伤害会是怎么样 有没有完全没有打到暴风女 所以你要在缩小形态打出爆发的话 那个一技的范围内是不能有其他目标的 这边我们先逼退星爵 然后利用缩小形态 拿下这个金币怪 稍微拉扯一下 然后先踩进草丛 等待时机 这边二技后 直接用一技贴到星爵身上 打出高伤害 这一招踩下去 可惜是被曼蒂斯给断了 这边先把距离拉开 踩个一角 稍微干扰一下 因为我们的中路还没到 这一波没办法打 这边更扯连石头人都来了 那这样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选择先蹲点 看到一个星爵过来 直接一技贴上去 配合每队的大招 成功击杀掉星爵 以人变大打塔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可以加减挥个几拳 这边踩一下 可惜我还是被击飞了 哎呀扛塔扛太久了 这边每队感觉也跑不掉了 这个塔应该是蛮有机会可以拆掉的 如果对手回防得很快 回到这家野区高速刷野 接下来就是黑豹战了 所以这个制裁要早点教 待会准备要打黑豹战的时候 制裁的冷却也差不多好了 虽然说是被削弱了 但我觉得这个刷野速度还是可以的 是没到以前那么变态 但至少不会慢 这边下路正在激战了 所以我们吃完这只之后 就要直接赶往下路了 这个蓝buff就没有时间收了 敌方的打野已经到了 我们这边要等待时机 这个速能拉得漂亮 给我们制造一个很好进场的机会 大招提前开启后 直接用缩小的形态贴上去 然后不断的普攻 去减少1技的冷却时间 大招会帮我们缓住对手 再加上时空置环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逃出我们的手掌心 我们只需要用缩小后的1技 就可以打出高爆发了 这就是我说的 在缩小形态的时候 你是一个可以粘住敌人的刺客 变大形态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团战角 取消缩小形态变大 1技加瞬移直接带走 蚁人的大招基本上随便开 因为冷却时间实在是太短 而且要注意开的时间不要太晚 因为蚁人的大招要效果结束后 才会回复生命 而他回复生命量的多寡 取决于你大绝的攻击次数 所以当你开启大招的时候就拼命的去贴人吧 这边清完中路线后 我们决定来反野 把野怪拖进草丛 并且把这个蓝buff让给中路 这边有个细节没做好 其实应该先给他一发缩小枪再变大 这样我们刚刚是很有机会 可以直接秒杀掉这个石头人 而且缩小枪是会贯穿的 也很有机会可以去沉没到后面的暴风里 可惜 来不及等到大招回复生命 我就先死去了 这就是细节没打好的后果 刚刚那一发缩小枪有出去的话 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这是大家要去注意的一点 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误 从小地图我们可以看到 猎鹰压的位置非常的深 我觉得他会有很大的几率被夹击 所以我们决定来到这个位置做掩护 对手绝对想不到这边会蹲一个野人 提前开大招然后变大 这边被上气给击飞了 不过没关系 他只踢到我一个人 1技加瞬移直接踩起三个人 在我们死之前一定要再踩一脚 虽然说我最后还是死去了 但是这关键的两脚 直接决定了对面败败的命运 这个了 这边11块 ... ㄟ...怪怪的 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很优 还行啦还行啦 在这里因 好吧 看來我那兩角並沒有改變什麼 從小地圖可以看到 上氣居然想要去清這某外面的兵線 那他就死定了 縮小開大招 一技貼上去 縮小槍直接帶走 他們少了上氣基本上團戰就沒得打了 石頭人的擊飛加上上氣的大招就是他們要玩的combo 這邊隊友明明在整理兵線 我實在是不知道那兩個人為什麼還要往裡面打 不過隊友被開到了 我還是要過來做一下掩護 這邊就不要照鏡了 因為已經沒有人可以在上前給傷害了 我們就在邊緣給個控場 掩護隊友撤退 這邊美隊血量已經很殘了 縮小發現一個星爵 直接把他秒殺 有沒有看到我們縮小後的一技有多痛 打在星爵身上一瞬間就秒了 踩個一角 看到上氣先往回拉一點 這邊一技加瞬移直接踩三個 好險不是我扛到他 差點就死去了 我們拿完黑豹後接著拿蘇爾特 大招是施放了之後就會直接進入冷卻 所以在你持續時間結束後 大招也差不多又冷卻好了 所以才跟大家說大招基本上隨便開 想回血的時候就開 吃物件 開 追擊 開 會戰 開 反正隨時隨地想開就開 這個大招的冷卻時間根本做壞了 然後美隊在這個時候跑去送頭 每次順風都這樣 隊友最想要送 你看這邊又不知道為什麼又開起來了 不過好險我們趕到了 先慢慢的走到對的位置再踩下去 不要心急喔 踩 縮小槍 直接帶走 唉 哪怕隊友想要送 仍然阻止不了我們拿下主板 好險 以上就是蟻人的打野解說教學 希望大家會喜歡 雖然在打野位上沒有以前那麼強勢 但那噁心的控場 只要開得好仍然還是很有影響力的 蟻人還能同時堅任上路和輔助位 是一隻性價比很高的英雄 非常推薦大家入手 最後感謝大家的收看 離開前請別吝嗇你的讚 我是睡大 我們下次見